今天會教大家吃起來很甜甜酸酸又開胃 這道菜式很簡單的叫波羅文堂煎雞 我們一起來怎樣去做 吃雞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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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有菠萝 我们会用到罐头菠萝 罐头菠萝通常都用糖漿浸住 糖分也比较高 所以在煮的过程之前 我们会用冬的食水稍微沖浸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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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浸 另外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建议大家用新鲜菠萝 因为始终是新鲜的菠萝 它的维他命C相对是高一点 食材都更加有益 菠萝有一个很有益的成分 菠萝蛋白酶 本身有助我们身体消化食物中的蛋白质 帮助我们防止消化不良的问题 另外鸡肉亦是高蛋白质和低脂肪的肉类 蛋白质主要维持身体的生存耐者 可以维持身体的免疫力 而且它有一种胺基酸叫做移态 帮我们身体分解我们疲劳的物质叫做乳酸 所以当时大家会看到 做运动的人士或者健身的人士 他们都比较多吃这个鸡胸肉 除了因为低脂肪 可能亦是因为这个物质而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做这个鸡胸肉